花花小剧场 清理拜一,姐妹俩来得很准时啊 王快记,快点开始吧 难得休息一天 我们手头上还有好多是要忙呢 这常来常往的熊熊就是不一样 不像别的熊熊 一进我这办公室的门就哭天喊地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杀猪场呢 每次来这里,小叶子我都要被你们搬一层皮 我看跟杀猪也没什么两样 哼哼 这是你们二位的账单 损坏的树木,浪费的损损 还有咬坏的饭桌 杂七杂八加起来 共计两百个W熊熊臂 王快记,你犯错了吧 这次赔偿的父母有点多啊 对啊,上个月我折断十棵树 这个月才三棵 为啥发金还多了 该不是你想吃回扣 那是因为现在的小树都是新长出来的 价格自然要贵很多 换了小叶子 本跟他们立个让了 反正咱俩在斧头山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就咱这样的香波波 跳槽到哪里 别人不多胆像奶奶一样把咱们供着吗 哼哼,王快记 你可尽罚吧 花姐我不在乎 说起你俩跳槽的事情我也略有耳闻 可惜可惜啊 可惜沙,是不是舍不得我们啊 哈哈哈哈 可惜你俩想立谋高就 理论上是可以 但实际操作就有难度了 咋了,我们俩可没有卖给你们啊 你们想想把,你俩出生时的接生费 宝玉香的使用费,月嫂的服务费,再加上请外教等等 这每一项的开支可都是我们斧头山提前垫付的啊 然后呢 然后就靠你俩打工慢慢的还账咯 合同上可都写得明明白白哦 啥合同 小花我啥时候跟你们签合同啊 这合同不需要你俩签字 从出生那天起就自动生效了 还有合同的违约金可是天文数字哦 哈哈哈哈 你们这不是黄树圆强强白毛女吗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还有王法吗 说得对啊,这分明就是霸王条款,小叶子我不服 如今声明煮成了熟饭,二位能耐我们和 别说你俩跳槽,就是二次创业 这利润也要和我们对半分,比如说蓝花花集团 王会计,我们蓝花花就是个皮包公司 利润也就刷核桃拿走,你们就别惦记了 年轻熊创业不容易,可我们斧头山也没有余粮啊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姐妹俩不就成了你们斧头山的家生子儿 一辈子都要在这里打工还账了 不行,小叶子我要去告你们 太棒了,能跟你们这对姐妹花对不公堂 这是我们斧头山出名的好机会 机不可事啊,求你们了,快去告我们吧 哈哈哈哈 老姐,咋办了,快把你中药的最高水平拿出来啊 就可真正的虎沃平洋被全去啊 腐头山,咱们走着瞧吧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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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